事发当日傍晚六点多钟 从录像画面上看 阿姨毫无防备地走在路上 没想到她脖子上的金项链 却被后面的歹徒盯上了 这前后时间还不到两秒 歹徒就已经得手 可她也没跑出多远 就被附近的义务治安员发现了 不用说 这下灾了 在监控录像当中 我们见到一位踩搭车的黑衣男子 可能是听到被飞车抢掉事主的呼叫声 她突然间一个急煞停了下来 当抢了手袋的匪徒开着摩托车 冲着过来之際 男人突然捉着单车 对着迎面而令摩托车就这样扔过去 摩托车当场到地 还拖出一寸火巴 两个财子跌了下地 起床之后还想追打路见不平 挖车相助的黑衣男子 但见到其他市民上来帮拖了 那两个财子又改变主意 扎起手袋想走路 哪有这么容易让你走啊 附近一间酒店的保安就赶到现场 大家夹手夹脚 将两个抢匪捉住 而被抢夺的红色手袋都物归原住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